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哪个字呢 您看就是它 这个字呢 它读鹿 鹰铜马鹿的鹿 在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当中 这个鹿字除了是个姓之外 另一个呢指的就是 位于江苏苏州吴中区的鹿直谷镇 据考证啊 鹿直谷镇所在的地区 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邻居 然而那一带地势低平水网密布 集中降水时期呢 即已发生水害 可是这个依水而建的小镇 历经多次水害 却安然无恙 直到今天啊 鹿直谷镇依旧是繁荣昌盛 由人如知 那么几千年前的先民 为什么选择在这样一个 多水患的地区聚集生活呢 小镇又为何取名鹿直呢 这个位于水害区域的小镇 为什么几乎没有受到过水害的影响呢 为了解开鹿直谷镇的种种谜团 地理中国考察队来到了江苏省 鹿直谷镇位于江苏省东南部 隶属于苏州市 这里地处江南水乡 气候温暖湿润 夏季多梅雨 加上古镇四周水网密布 城湖 万千湖 金鸡湖等湖泊 环绕郑州 吴松江 清水江 借浦江 等江河交错其间 由五湖之厅 六则之冲之称 几千年来 这里便是一个水害频发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 宋朝时期气候开始变暖 沿海地区风暴潮逐渐增多 海平面的上升造成海岸挖地 频发严重的水害 大片耕田变成浅湖 泰湖平原上的一些浅水湖道 成为了经常发生水患的重灾区 然而 在陆植镇上的人们看来 尽管这一带水害频发 它们却几乎没有受到过影响 在无法科学解释小镇能屡屡规避水害的年代 当地人相信 陆植镇之所以不受水害侵袭 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有避水神兽的护佑 相传 这只神兽就潜在水底 每当大水来袭 它就能将多余的水吸走 护佑小镇平安 那么 当地人所谓的避水神兽究竟是何物 小镇能规避水害侵扰的真正原因 又会是什么呢 考察队走进小镇 只见白墙青瓦 水泻长廊 小船摇曳 小吊悠悠 队员走访得知 虽然这里河网交错 但在降水集中季节 这里沟渠河道里的水不会暴涨 气候很快 所以这边它一般的 一两天它就马上就退下去了 所以当地的百姓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当地人告诉考察队员 不光是自己从来没见过洪水 就连祖上的仙辈 也很少向他们讲述过 这里发生洪水的事件 好像洪水在来到这里之前 就消失不见了 当地居民将考察队员 带到一座雕像旁 大家看到 这座雕像长着西角 尸身 龙背 雄爪 鱼鳞 牛尾 当地人说 这座雕像雕刻的就是一直护佑古镇的碧水神兽 名叫陆姆端 老乡说 距离陆植古镇不远的城湖旁边 曾经有几个村子十分繁华 却在早些年间被洪水淹没 而陆植在洪水经过时平安无事 他们普遍认为 这都要得益于陆姆端的庇护 这一说法引起考察队员的好奇 眼前的陆端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为什么镇上的居民都认为 小镇风调雨顺 是得益于神兽的护佑呢 陆端是神话传说中的 一种神兽 这种神兽头上呢 有这么一只脚 而且呢小通四方语言 可以保佑人们生活富裕 幸福安康 古镇中的这座陆端雕像 很快便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因为它外貌奇特 其名字呢 也和这座古镇有着相同之处 都有一个陆子 相传啊 这只陆端呢 曾经一直被囚禁在皇宫之中 因为它是一种神兽 所以不甘于被困宫中 于是一天夜里 这只陆端呢 就冲破牢笼 腾空而起 向南方飞去 当它来到这座古镇的时候啊 它看到这里水质清澈 人心善良 便定居了下来 当地百姓发现啊 自从陆端来了之后呢 古镇便少有天才 即便洪水来袭 也能够化陷为夷 为了纪念陆端的庇佑 他们便把这座古镇 命名为了陆池 虽说这民间传说不可信 但陆池古镇名字里 这个陆字确实和 这个神兽的陆端 是同一个词 那这其中 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专家说 水害多是由暴雨 极重融化冰雪 风暴潮等自然因素 引起的江河湖海 水量迅速增加 水位迅猛上涨的水流现象 一般会沿着原本的河流 走向泛滥 因此 他建议考察队员 不妨对这里的水文情况 进行分析 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 队员注意到 有三条河流 自新向东 流经陆直谷镇 其中 福里唐是贯穿整个陆直镇 同时 也是流经最长 水量最大的一条河流 而福里唐的源头 就发源于吴松江 专家告诉队员 福里唐正好处在吴松江水 从太湖流出 通向长江入海口的 必经之路 所以通过水文情况来看 如果太湖湖水泛滥 古镇必遭水害 那么 为什么古镇的居民 几乎没遭遇过 大水的侵袭 古代先民 又为何选择 在这样一个 多水的地方 居居呢 其实啊 像陆直这样 地处水害区域 却免遭其扰的地方 不少 比如 广东和平县 临寨镇 有个叫夏镇的村庄 据说啊 整座村庄呢 是修建在了 一艘巨大的船上 因为水涨船高 所以那夏镇村 才能够屡屡 规避水害 那事实真相 又是怎样呢 广东省和平县东南部 有一座千年古镇 林寨 它位于一个群山环抱 中间平坦开阔的盆地中 境内一条名叫 丽江的河流 自行向东 注入东江 临寨镇的几十个村寨 就分布在丽江下游的河谷中 由于这里地势低洼 每年的四到九月份 丽江进入汛期 临寨镇很容易爆发水害 1964年6月 广东省和平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降雨 降雨迅速清贯林寨 一夜之间 丽江水位急剧上涨 导致水害爆发 在这场巨大的洪涝中 临寨镇夏政村几乎没有人员伤亡 不仅如此 历史上 夏政村几乎没有因水害造成的伤亡记载 为探究夏政村免遭水害侵袭的原因 考察队来到临寨镇 精通临寨历史的陈阳天 将大家带到了夏政村的制高点 陈阳天告诉考察队员 古人之所以把夏政村设计成船形 寓意着人们希望整个村子 能像船一样在洪水中永不沉没 然而 队员在走访中却发现 这座船形布局的村庄里 却保留有多处被洪水冲袭的证据 这里就是2006年的洪水定位线 那么在1964年的时候 我们村里又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了 1964年的洪水定位线就在那里了 真的好吓人啊 几个小时就把我们村里的全部淹没了 多年来 面对肆虐的洪水 夏政村百姓不仅没有被击倒 还表现出了令人蛰伏的智慧与勇气 队员发现 古村有四个城门 每处城门还建有阁楼 上面放置了一艘木船 木船长约七米 可容纳二十多人 村民说这叫船艇上楼梯 被称为临寨古村遗怪 它这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主要是这个被水淹了以后 是这个船推下来以后 整个沿着这个像头去救济村民啊 或者病的老人啊 或者补给啊 这一类的东西 一旦洪水涨过一定的高度 村民就会爬上阁楼 推下木舟 运送物资 抢救人员 另外 队员还注意到 村寨的整体规划 也十分注重防洪 村中几乎每一条街巷 都建有用来排水的 明渠与暗渠 在一条明渠的拐弯处 专家向队员 展示了古人防洪的一个机关 你看 我给你看一个 这个普通的一个陶罐吧 这个陶罐呢 可是在这个下水道里头 它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力 意想不到的东西 它往往呢 古人是把它放在这个转角处 那这个地方呢 水一来一冲 它会自转 它是半佛状 半佛状 水它一直转 就把淤泥和那些淤塞的东西 都带走了 看来 古村之所以能够历经水害 而无伤亡记录 主要得益于 它自身设计有一套 科学而完善的防洪系统 一旦天降大雨 汹涌的水流 会通过四通八达的排水网络 排到村外的护城河 千百年来 正是在这一系列防洪措施的精妙配合下 古村才能在一次次泛滥的洪水中 一米立不倒 居民也得以从滔天巨浪中 幸免于难 临水而去 似乎是古人选择聚基地的首要条件 毕竟生存离不开水 而这无意中也埋下了隐患 那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降水量会突然增加 河水水位会瞬间上涨 从而诱发水害 特别是降水量大 且水网密布的地方 发生水害的概率更高 可陆植古镇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却很少有遭受水害侵袭的记载 说是得益于避水神兽的护友 是早期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想象 那么陆植古镇 能规避水害的真正原因会是什么呢 专家认为不妨从古人 为何将古镇选址于此上 寻找线索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 考察队员找到一处裸露的地基剖面 只见这处剖面上下颜色明显不同 下层偏黑 上层发黄 这处是黑泥 上边是一个黄色的 就是长了一些草 是一些叫高尾沼泽 那么它那里边的泥土壳的主要是泛滥进来的 查阅相关资料后 专家告诉队员 几千年前 陆植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沼泽 随着吴松江年复一年的泛滥 泥沙越积越多 地势越来越高 所以上边的肯定是泛滥对去 地下的肯定是沼泽土 而且中间的这个沟渡界线 不是一个阶段变化界线 那么就是这个地方 在最近这几千年当中 有泛滥沉积 专家说这些淤泥沉积 是由吴松江流经的河水 所携带的泥沙 在这里沉积形成的 由此推断 整个陆植地区 就是吴松江冲刷出来的一个冲击善平原 吴松江来的洪水 就从这里下去 就从这里下去了 那么在这一块地方 就构成了一个冲击善的中央部分和新部分 那么是达来的泥沙在这里预期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在我国不仅是像陆植这样的南方地区 在半干旱 半湿润的中部地区 或者是北部的干旱荒漠上 都有冲击善的出现 原来陆植古镇的一带是 三条东西向的河流和吴松江干流一起 就构成了一个冲击善平原 这里地势平缓 再加上其边缘的泉水带和细沙形成的土壤 使得陆植古镇一带非常适合耕种 几千年前也许古人就是看中了 这里富饶的土壤和水资源 才在这里定居 这才形成了陆植古镇的雏形 不过有道是水往低处流 随着河水不断冲击 堆积在这里的泥沙就会越来越多 天长日久这里就成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区域 地势高了对防洪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么这会不会就是陆植古镇不受水害影响的真正原因 为了证实这一猜测 队员来到一处土壤截面明显的区域 专家发现虽然陆植镇所处这片地区 地势相对较高 然而这样的高度不足以抵挡大量的洪水 所以他推测 陆植古镇中可能有能够使洪水消失的法宝 于是队员来到一条名叫棉牛津的河流考察 专家发现一百多米的距离 这里的河道宽度竟然从几米骤然变成几十米 通过河流的走势 专家推测 棉牛津应该是一条天然形成的排水通道 为印证这一说法 考察队决定做一试验 果然树叶顺着水流向东飘去 这说明陆植镇的地形是西高东低 专家说 这样的地形使得经过这里的河水 与吴松江的流向保持一致 这有助于城镇排水 沿着棉牛津继续考察 队员发现 除了有三条自西向东的河流横穿古镇 是古镇排水系统中的主要河流外 这里还有三条南北向的河流 放眼望去 东西向的河流转弯较多 每段河道的宽度也略有不同 而南北向的河流河道不仅直 而且宽度也几乎没有变化 这同一流域不同走向的数条河道 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专家解释 南北向的河道应该是人工挖掘 其又有什么用途呢 记住航拍器 专家发现 古镇的水网河流交错 虽然河流众多 却不杂乱 仔细观察 正好是三横三纵 好似一个田子 专家说 这三横三纵的水网布局 对于古镇的排水非常有利 陆直北林无松江 南临城湖 但由于周围河网密布 即便遭遇洪水 也可通过多条河道迅速排泄 而从河道的流水痕迹来看 这里的水位的确掌握不大 这个是桥洞 这个洞壁上可以看到红横 就是洪水到达的高度 那么好像离开现在这个水位有将近50公分 那么蒸沟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水网比较发达 洪水来得很快就走 所以特大洪水和一般洪水 这个负毒都不是很大 专家告诉队员 当洪水通过吴松江来到陆直镇时 这里较高的地势 使得洪水不会涌上陆地 而是兵分两路 通过福利堂和棉牛经 进入陆直镇发达的水网系统 而古镇内三横三纵的水网 又分散了洪水的势头 将来势汹汹的洪水分成了数条河流 最终排出陆直镇 经过实地考察 并且查阅资料 队员发现 这陆直三条东西向的河道 都是自然河道 而南北向的河道 则可能和人为开凿唐河 或输军失地的工程有关 陆直古镇整体地势较高 而且是西高 东低 所有方向的汇水 在经过小镇四通八达的水网之后 都会通过东西向的河流流回到吴松江 从而避免了水害的发生 古镇的不落之谜已经破解了 现在关键是 在观察古镇的航拍图的时候 专家还有一个新的发现 那就是如果将古镇内人工修建的河道去掉的话 小镇中河流纵横的水网就变成了一个弯弯曲曲的用字 这会不会与陆直这一名字有关呢 队员继续沿着水网考察 行进没多久 专家提醒队员注意河道中央的那片绿洲 走到近前 只见露出水面的是茂密的芦苇 通常芦苇多生长在河道边缘 为何这里的芦苇却生长在河道中央呢 在查看过地形图后 队员发现 这片芦苇所生长的河段 正好是陆直镇将水排回吴松江的地方 这里河道骤然变宽 周围零零散散地放置着一些渔网 老乡告诉队员 这段河道是当地渔虾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当地人大多在这里捕鱼捞虾 老乡的说法引起了队员的兴趣 于是大家乘船来到芦苇旁 基本上都是自然生长的 如果水起的话呢 它这个泥沙堆积可能这个盘子还比较宽一些 要是没有这个树的话 可能就露出来一点点 那么这个正确的名字呢 应该叫江兴州 江兴州是指江河中的沙洲 洪水时淹没 萍水、枯水时可出入水面 多发育在河床的宽展处 因水流速度降低 流水中碎泻物和泥沙沉积所致 而这里的江兴州 正好处在河流即将流出陆直镇的河道中 江兴州又进一步减缓了水流的速度 所以这里成为鱼虾聚集的重要区域 专家综合分析 由于沙洲位于水中 船只可以靠近停泊 当夜幕来临 点点雨火围绕着沙洲 使得整座小岛闪闪发亮 渔船也可以以此为航标 古人赋予其丰富想象 将它比喻成为 鹿子中那一撇 从古至今 鹿直古镇的人们修建改造的排水系统 与这里天然形成的河道 使得鹿直比其他同处太湖流域的古镇 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鹿直镇内 鹿形的水网 以南北向河道为主 但在东西方向上又互相沟通 密密麻麻的河港精邦 构成隔字状水系 古人将古镇水路 进行一番改造后 不仅成就了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 而且还方便了古镇的泄洪排浪 如今的鹿直街是前街后河 鹿直人是整合而眠 这里的居民很少遭遇水害 不仅是天然地理上的优势 更是古人在身地生存的智慧 考察到最后 队员了解到 早在秦朝时期 鹿直一带就有人类聚集 不过那时的鹿直 还只是吴松江畔的一个无名的小村落 于是人们将它称为是福里 到了后来 福里镇的规模越来越大 甚至有了一港窃期间 南北通六处的美丽 因此又得名六尺 而今天人们之所以将古镇改称为鹿尺 很可能是因为古镇水系像鹿字 而鹿端又是一种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寄予了中国民众的美好愿望和期盼 期盼国泰民安 生活富裕 人世昌龙 人寿年峰等等 所以就将小镇的名字改为了鹿直 其实不管是鹿直还是鹿直 这里贯穿古镇的六条河流 可以说是古镇的根基 鹿直镇所处的地区 虽有水害危险 而镇中的河流却将其一一化解 如今这一条条河流 在为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 也成为了吴越地区 一道道特有的风情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